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是为了国家利益 就是要拉近中东盟友的关系 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有12%的独有是投选这一个 就是为了国家好 第二个是为凸显自己 自己想做英雄 这个是绝大部分人投票了 83% 第三个是为了刺激美国 因为安华想要做反美的斗士 所以三个选项 绝大部分的独有 83%都说是为了凸显自己 这个民意调查我的看法是什么 我现在就分享给大家了 我们就进入这一个课题 其实两个课题 美国的制裁官员来马来西亚 跟首相去拥抱哈马斯的头目 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课题 而我先讲美国制裁官来马来西亚 这一个课题其实上个礼拜发生的 而且这个制裁官来马来西亚在英文社群是达到非常热烈的讨论 因为任何优国优民之人 担心马来西亚之人都知道 如果马来西亚被制裁 马来西亚被美国视为邪恶轴行国 就算美国不制裁我们 美国不爽我们 只要调高我们的税率 调高一个100分比 马来西亚就完蛋了 马来西亚就完蛋了 不用说制裁 制裁只要他金融制裁 给我们的钱不能随便流出去 这个是很可能发生的 等一下我分享给大家为什么 我们的金融就完蛋了 因为外国不能进来投资 利用大哥要卖椅子出去 要卖家具出去 不能卖 因为钱打不进来 你只能出口去中国 出口去俄罗斯 出口去伊朗 出口去朝鲜 欧美全部都不能去了 因为他们的钱打不进来 你想一下马来西亚的经济会怎样 马来西亚马上一夜回到解放前 我们的经济直接倒退30年回到60年代70年代的情况 人均所得直接腰斩至少80% 90% 可以想象到那种情况了 但是在这样的危机之下 竟然还有人在那里鼓吹 这个是小事情 安华是没有错的 安华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为了跟中东国家拉近关系 首先你要明白 从来没有反对安华去声援巴勒斯坦 去骂以色列 这一点是没有错的 我在重申我的立场 我支持巴勒斯坦的斗争 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巴勒斯坦立国 巴勒斯坦到现在都没有国家 但是有些人连这一点都讲错 关于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的恩怨情仇 我们之前讲解过了 大家可以看回去 但是有些人连这一点都不知道 去在那边大放厥词 这个是最可笑的事情 详细的大家可以看回去了 在这里我就不重复 但是你去支持巴勒斯坦是没有错的 所有马来西亚的首相都是支持巴勒斯坦 绝大多数的马来西亚人民都是支持巴勒斯坦 当然有少数 像肯大是支持以色列的 也有 但是我们国家主轴一直以来都是支持巴勒斯坦 可是支持巴勒斯坦跟你支持哈马斯 然后跟哈马斯做brother 而且是在哈马斯先发制的去发动恐怖袭击 什么叫恐怖袭击? 恐怖袭击就是针对平民的无差别屠杀行动 我变过这一个变题 恐怖袭击什么在国际蔓延的 所以我们有去查恐怖袭击恐怖分子的定律 就是针对平民的无差别攻击 无差别屠杀 所以任何人就算是国家 比如有人讲以色列也是恐怖分子 因为他去打巴勒斯坦人的时候也是不分老幼 不分种族 不分宗教 不分男女 一样去杀 一样去轰炸 所以也for in这个定律 可是哈马斯他在10月7号去绑架去攻击这个演唱会的人 就是明明白白针对平民的无差别袭击 无差别屠杀 所以这一个是恐怖行为 哈马斯本身其实在巴勒斯坦里面是一个自治组织 或者是一个叛军组织 他根本不能代表巴勒斯坦 代表巴勒斯坦人是法塔赫 包括在马来西亚开大使馆 派大使过来马来西亚的 也是法塔赫的政府代表 而不是哈马斯的政府代表 所以他是国家里面的叛军 你可以支持这个国家的叛军 没有问题 可是在他做出恐怖主义行为之后 你不应该一面倒地倒向他 然后说他完全没有错 全部是对方的错 恐怖袭击就一定是错的 不管是你的朋友你的亲人还是你的敌人 错就是错 而安华在袭击事件发生 以色列反击之后 第一天还是第二天就打电话给巴勒斯坦 哈马斯的头目去慰问他们 然后去跟他们通电话 然后告知全世界 当然安华还做了很多 完全没有谴责哈马斯的屠杀 完全一面倒抨击以色列 你抨击以色列是没有错的 全部首相都这样子做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哈马斯有没有错 哈马斯要不要释放人士啊 你这种完全偏颇 典当马来西亚的中立 马来西亚是不结盟运动的老大 就是我们要保持中立 尽量不要牵涉到国际事情里面 因为我们是小国家 可是安华却去违反 而且违反还是这样子明目张胆的方式 还是去支持这样子的恐怖主义 然后不只通电话 现在更进一步飞到中东 飞到卡塔尔然后去跟哈马斯的头目 拥抱握手会谈 你想马来西亚在国际上会给人怎么看 所以为什么马来西亚会被制裁 我刚才有提到12月的时候 马来西亚已经有4家公司被制裁 我给大家 chronology了 10月7号以巴冲突再次爆发 或者是以哈冲突 以色列哈马斯冲突 然后以色列反击 反击了之后 马来西亚是完全支持哈马斯 谴责以色列 然后美国就针对马来西亚这个立场 针对安华大力的为哈马斯讲话 还记得上次挺哈马斯大集会吗 在挺哈马斯大集会隔天新闻就出来了 三个外交召会 有看我那场直播的读友就知道 外交召会就已经是非常严重的警告了 我当时就有分享给大家 外交召会之后就是制裁 我希望不要有制裁 结果10月尾发出外交召会 12月马来西亚4家公司被制裁 当然这4家公司被制裁 不是直接以哈冲突 是因为马来西亚被指责 有跟伊朗的公司 就是被美国制裁的公司 被美国制裁的国家有合作 有做生意 有买他们的东西 这4家公司在香港 作为中转基地 就形同是洗钱的人 我不给你跟他买 是办法的 可是我制裁他 我没有制裁你 所以你做他的agent 去帮他卖东西 帮他赚钱 所以这4家公司就被制裁了 所以有些洗地人 有一个叫什么 Albert的 就讲 洪律师在误导 这个是伊朗的课题 这个不是以色列 哈马斯的课题 问题是 为什么12月才会来这个制裁 马来西亚做这个事情 是做多么久了 原因就是伊朗 其实就是哈马斯背后的力量 所以这是为什么 伊斯列跟伊朗会打仗的原因 当然没有升级为热战 我之前的分析又成真的 又又又又又 我说大家应当都是做做样子 不会升级为大战 但是会有擦江筹火的可能 这个可能性很小了 但双方都不想战局扩大 原因有分析给大家 所以伊朗4个公司被制裁了 现在美国官员为什么要来 这个制裁官员就是他想要 美国想要进一步制裁马来西亚 他在制裁之前先派官员来马来西亚 听取你政府的解释 你解释到不好 我们就要回去汇报 然后对你进行制裁 所以这一个官员来 形同于是给马来西亚 最后一个机会 马来西亚已经有4家公司被制裁 已经收到外交召会 当时那支里 马来西亚驻美国大使 也是之前的部长 那支里还记得吗 那支里在收到外交召会的时候 就警告马来西亚了 讲你们国内不要再吵了 外交召会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请大家正式 不要再为了政治利益去喊话 去找回那支里的新闻 还是有的 所以我之前有讲那支里是鸟人 是鸟人 是鸟人 是巫统里面的鸟人 但是那支里他很敢讲话的人 我之前直播有讲过 听过的八个五 结果你看就是跟我之前所讲的 制裁 然后现在再搞过了 所以马来西亚现在是在一个很糟糕的情况 整个情况就是美国要进一步制裁 所以在前几天外国有一篇报导讲 美国已经决定制裁马来西亚了 结果这一篇新闻被驳斥了 当然无风不起来 马来西亚现在还没有被制裁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篇新闻流出来 因为你只要了解我刚才所分析的 就知道这个制裁行为还没有决定 因为美国其实像马来西亚不大不小的国家 然后我们也是中庸穆斯林国家 一直以来跟美国的关系又这么好 以前纳吉还跟奥巴巴打工 大家还记得吧 所以他也不想就把马来西亚推去对方那边 他还在考虑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风声传出来 无风不起浪 所以美国想给我们最后一个机会来解释 毕竟我们朋友这么多 马来西亚跟美国是第二大贸易国 仅次于中国 人家就讲中国更重要 中国第一美国第二 可是我们跟中国是贸易逆差 就是我们买中国的东西多过卖中国的东西 我们是亏钱的跟中国做生意 可是跟美国做生意我们是贸易顺差 而且是顺到没有再顺 是非常大的贸易顺差 我们是赚美国人的钱的 这个就是差别 而且美国是世界上的领头 很多人会讲美国过时了 不是美国在讲单一的世界 单元的世界 讲这样子的人是还没有睡醒 你可以不喜欢美国 美国也很多东西值得人不喜欢 我们有一说一 但是美国依旧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中国对在世界的影响力 中国对经济的影响力 跟美国相比起来都是九牛一毛的 美国打一个喷嚏 全世界都会生病 美国如果对着马来西亚打喷嚏 马来西亚马上中COVID死掉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清这一个事实 不要盲目的自大 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况 整个制裁已经盛销成伤 甚至已经传出来了 然后人家也派人来了 我问大家马来西亚的态度是什么 塞夫丁我们的内政部长 在他的制裁官员来马来西亚 记者问他 你们来是要制裁马来西亚吗 你知道这个官员回答什么吗 你们可以去找新闻 这个官员回答 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这一次来就是要解决问题 寻求马来西亚的解释 他讲话很直接的 就是我们要制裁 可是我们来是想不要制裁你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们来给我解释 马来西亚我不要制裁 他跟记者讲到这么白了 他回去了之后 你知道塞夫丁 我们的内政部长大班淑 他讲什么吗 讲听了你会吐血 他讲什么 他讲我们马来西亚 只认联合国的制裁 我们不认任何区域性 或者是国家性的制裁 我们马来西亚只认联合国的制裁 任何区域性或国家性的制裁 我们不认 我讲了两次 因为很重要 他这一番话是打脸美国 你叫我们解释 我们都不承认你的制裁 你要制裁制裁 我们只承认联合国的制裁 联合国制裁我们 联合国要叫我们解释 我们才解释 你美国叫我们解释 我们都不承认你的制裁 你是一个国家的制裁 没有效力 所以我们不诱你 你想一下 人家想要帮你 不想要制裁你 你给我一个解释 我们的内政部长讲 我们不解释 我们不承认你 这个是不是火上交友 是不是推马来西亚去死 你讲你们会不会吐血 会不会吐血 任何知道 马来西亚现在面对的情况的人 我告诉你 你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吗 把马来西亚的利益 这样子点档的内政部长 你会吐血 但是更吐血的事情 还在后面 就是第二件事 在塞福丁这样子讲了之后 隔两天 安华就在卡塔尔 抱这个哈尼亚 哈马斯的头目 而且他去找这个哈尼亚 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去调性哈尼亚的孙子 孙女在以哈冲突的时候 被轰炸死了 可是我问大家 大家可以去看这一个照片 你有看到一个公公 一个爷爷 他的孙子孙女 上命的那种苦楚吗 那种凄惨吗 完全没有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照片 我不要攻击他 他也是世界的一号人物 但是有一说一 大家自己去看照片 整个氛围是什么 所以对他而言 根本不算什么 而且他自己在巴勒斯坦之外 享受生活 然后他的孙子孙女在那边 巴勒斯坦是人间炼狱 我之前讲解过 因为以色列完全就是不要给你发展 然后牢牢掌控边界 所以那边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 尤其是这个加沙地带 人口密集程度是比香港还严重的 短短几十公里的地方 住了几百万人 所以生活状况非常糟糕 又没有水又没有电 又没有自己的税收 又没有一个正式的政府 只是一个哈马斯的自治政府 在那边统治 所以整个生活情况是很糟糕 可是这个哈马斯的头目 却坐镇外国 你去看他的家 有多么的漂亮多么的美丽 然后我们首相安华去找他 跟他拥抱合作 在美国官员前脚踩走 美国正想要进一步制裁你的时候 你做出这样子的事情 更令人吐血的是什么 大家都在忧心忠忠 我的文章是星期二写 安华星期二件 星期三我的文章出阶 然后很多新闻也出阶了 他们应该也是星期二写的 不是受我影响 大家不要讲洪律师又自大 是受我影响 我从来都不知道 我是有一所以的 他们不是受我影响 是星期二就写新闻 写报告 所以我们是第一批 观察到这个问题 我就马上去写 很多安全专家 国际专家都讲 马来西亚在玩火 马来西亚很危险 马来西亚这样子做 我是挑衅美国 有看到这些新闻的八个五 在这些新闻出来了之后 安华的回应是什么 安华的回应是沾沾自喜 他讲美国看到我去这个行程 他们会感到焦虑 看到吗 他在那边爽啊 哇 美国不爽我们 是不是将我这样子去做 其实就是要让他不爽 他们会感到焦虑 还有什么好讲的 还有什么好讲的 这个就是最可怕的情况 我当然不希望马来西亚被制裁 所以我一直在讲 我不是马后炮 在外交召会发出来的时候 10月尾11月的时候 三个外交召会发出来 我当时就语重心肠 苦口婆心的说 外交召会是制裁的前哨 就是他想要制裁你 他先给你外交召会 希望你醒 你不醒 制裁一定会来 后来12月就来了 我没有马后炮 整个事情就是照着我分析的在进行 但是我们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 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危机 完全没有意识这个危害 拉着整个马来西亚的利益去做 有人讲安华在赌 这个不是赌 赌是你有看到赢的机会 你去才叫赌 即便赢的机会很小 像我们买万字 其实你赢的机会是很小的 因为你算起来 你一块钱你才赢6毛钱罢了 你给他吃了40% 但是只要有赢的机会 才叫赌 像安华做的这个行为 是完全没有赢的机会的 你不要跟我讲 马来西亚可以加入到中东 伊朗那一边 可以跟朝鲜这些国家 一起成为邪恶走心国 这个如果我们马来西亚这样子做 加入苏联 加入美国 加入中国的阵营 中国也不敢得罪美国 所以中国一直以来 在这个哈马斯 以色列的立场都是出把口罢了 大家和平啦 像之前伊朗跟以色列 互射这个无人机 互射飞弹的时候 我就有讲解中国的立场 马来西亚比中国还要激进啊 马来西亚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啊 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做这样子的事情是包死 是包输的 就算是俄罗斯 就算是中国 也不敢摆到这样超前的立场 他们只能迂回 偷偷的给支持 只有伊朗朝鲜 才敢这样子跟美国对着干 跟美国挖眼面 安华这样子去做 是不是典荡我们的国家利益 是不是推马来西亚去死 所以他不是在赌 他这个不是在赌 他这个就是包输的一件事 不是赌是骗 他是骗被骗还是怎么样 还是蠢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个骗 就像你去参加一个 根本不会赢的赌局 你不是去赌博 你是陷入诈骗 你给人骗了 一模一样的情况 从来没有一个马来西亚首相 从来没有一个马来西亚政府 是这样子亲哈马斯 而且以跟哈马斯为荣的 没有 你要知道巴勒斯坦的正式政府 是法塔赫 而法塔赫跟哈马斯是处于敌对状态 所以整个巴勒斯坦是分裂成两个部分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哈马斯是叛军 有些人连这一点都不知道 就妄图去评论这个巴勒斯坦 然后去扫地 去洗地 去说这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事情 去蒙蔽大众的双眼 把马来西亚置于这种水深火热 而且一跌下去 所以美国一制裁你 你到时再后悔就没有用了 就没有用了 因为美国他做之前 他有很多的准备动作 一做出来像美中贸易战 美国一启动就很难再停下来了 除非你认输取消关税 取消这些各种各样限制的东西 美国才会接受 马来西亚拜托真的不要到这一个地步 所以这个是最可悲最可怕的情况 马来西亚现在就在悬崖边 而我们的首相却还一直在那边 推要把国家推下去悬崖 然后绝大多数你看 行动党领袖有一个出来讲话 他们讲 我告诉你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这个是伊斯兰的课题很敏感 我们不要谈我们静静就好了 所以整个国家往悬崖走 没有人去阻止 只有我或者是这些专家有讲 我不是专家我是一个普通人 只要你听了我刚才讲的 你自己分析不要相信我 你看我讲的对不对就足够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怕很恐怖的事情 但是更可怕的是我们的领导 我们的民众这些洗地人 还去忽悠 然后这些民众还在那边自我恳奋 觉得这是一个对的事情 这个才是最可怕最可悲的情况 所以这个讲题是最重要的讲题 我把它放在亚洲 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那好最后一个讲题就到这里了 我们不要超过两个小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